这个2011年就是一个兔年 兔年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是兔的本命年 不是兔的本命年 我是说这一年 你看是那天我们公司开会 我们老板刘长乐先生还说 他的本命年 这个兔年是他的本命年 今年十大流行语排在number one的 就是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这句话我考证了一番 你知道这句话原来谁说的吧 你知道这句话处处是谁吧 那个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不是更早 毛主席说的 是吗 对他在1945年的那个七大上面 在七大上面 他大家那个时候在怀疑斯大林 会不会支持中共 因为斯大林同时他也支持蒋介石嘛 那个时候 所以说毛主席就说了 这个你看许哥会后来还有个片子嘛 就叫毛主席 这个片子里头就拍出来的 毛主席说 就是说 他说斯大林会支持我们的 斯大林是我们的朋友 你们信不信 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信 毛主席说了这句话 然后呢 他这个句式呢 用好多次 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的 我一个一次是考证他 有五十年代有一次 他跟 是前伟长吧 讲这个原子物理的什么什么现象 就是说到什么东西的最小不可分的 科学家讲完了以后 毛主席说 按照这个对立统一的哲学观来说 你讲科学 我讲哲学嘛 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分的 然后那些科学家都 据回忆的人说 大家都很认真的听着 你们信不信啊 反正我信 徐老师这个考证好 这个句式就是他来的 当然这个语境不同 不能随段联想 但是他也代表了一个气势 你仔细想一想 他也是 他就很符合他的性格 是 很符合他的性格 就是信呢 当然很重要啊 那个信则有不信则无啊 你不说别的 你主持节目 我相信我能主持这个节目 我就能主持 我要不相信呢 我就当时就完蛋了 我的感慨 我的感慨倒不是语境 而是说话人的身份 一句话 看什么人说 明白没有 这个人说出来就是伟言 那有人说出来就是笑话 那当然了 徐老师你说的这都是常识 但是广美 你今天听着这个大陆的 这个中老年男人 津津乐道于这些个事 是不是你听着 有一种陌生感呢 什么比如说毛泽东啊 或者说是什么建国后 什么这些大跃进呢 不算太陌生吧 我来的也 在那里也住了将近四个年头 而且我我先生以前是学党史的 所以我就问你这个呢 经常还是要给我 你听见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知道大陆有些中老年男人是政治狂 这个政治狂就是特爱聊这个党史 爱聊这种 甚至是当年国共之间的这个事情 特别是有时候见到台湾女同事啊 格外爱跟他们说 你们怎么怎么样 我们怎么怎么样 而且他还喜欢跟我求证 说我们当初学的是这样这样新闻 那你们当初学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基本上那个背景啊 事情都差不多 但是那个可能 成功不同 一个共匪一个奖匪 对不对 就这个主角就是对换而已 这样 没错 你既然说到这儿呢 我也就跟你说说 我刚从台湾 我在飞机上呢 拿回一份反党报纸 不不不 应该是吧 繁体字报 繁体 繁体字 繁体报纸 自由时报 很绿的一份报纸 很绿的这个时报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路客 大陆人我感兴趣呢 因为我看这一篇评论 我给大家要说一说这个事 大家可能会觉得挺好玩 这是典型的这个绿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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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派的这个评论 他说我挨了一记中国拳 他说几天前我被一位中国客打了一拳 然后呢 大家看看这件事到底是单一个案还是个取样代表 我就说啊 这个两岸的文风啊 这种啊 以点待面 胡来联系 上纲上线 是非常相像的 他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他到便利店买一份报纸 正准备结账的时候 后边有人拿了一份报纸 夸放在了柜台上 然后呢 人又排到了后边 于是呢 他呢 就是这个店员没看清楚谁先到 就摆在桌上两份报纸 一份他的一份后面的人 就犹豫难决 我于是呢 把那份插进来的报纸拿起来 交给背后那位先生说 请你不要插队 请你排队啊 忽然他大声吼起来 我哪有插队 我不是排在你后边吗 是吧 我只是把报纸放在前面 我人排在后边 然后呢 他就说我不甘示弱 说你的人是站在我后边 没错 可是你要结账的东西 却放在了我的前面啊 我心想 这时候他心想 这种两面手法的中国功夫可真厉害 我不禁联想起 马英九的竞选手法 也有类似的中国功夫 选战当中 一边喊台湾加油 台湾一定赢 实际确实朝一个中国迈进 他是因为是民进党的吗 然后呢 说就跟那位这个 中国大陆客 就跟他两个人吵了起来 他就说啊 我再还以颜色 说我们台湾不会插队 请不要把中国人的坏习惯带进来 中国客质问我 什么叫你们中国什么什么台湾人 你不是中国人吗 我立刻回话 说我是台湾人 中国客更加咆哮 台湾人的脸被你丢光了 然后一圈 说这大陆客揍了这一圈 然后这人就写这个评论 然后呢 你看他说 挨了一圈还赚了稿费 没错没错 他说这个这个我回话 不是他挨了一圈 他当时还回了一句话 也挺两岸的 他回了一句什么话 你们中国人只会用武力解决问题吗 我估计这句是写文章的时候加上去的 爱灵权还会讲这种话吗 这个便利店呢 跟一个中国游客看来发生了这么一个冲突 可是你看我就觉得这个里边就反映了 人的认知看法和文明习惯很多都不一样 因为平心而论 我知道这个大陆客不是不排队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咱们过行李的时候 行李太重 那么我把行李放在这个最前段 但我人在后边排 排到我 我再去买单 可是你看两下里啊 就发生误会以后 最后就变成这个全都相见就能够 而且最重要的是马上 这次马上说说你是台湾人 对不起啊 就说我 就算你不告诉我这是一份绿报纸 但是就是说如果我看到这么一份报道的话 我觉得就是做出来 就是香港人说做出来的嫌疑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也不可能去查证这件事情 是真是假 但是台湾人以台湾人的那种性格 第一是台湾人不太敢有人插队 这是真的 第二就算真的有人插队 就是像你这种举动 很正常的 不会有人去 赶过来拿回去 是 我觉得这是很上岗上线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在台湾是不可能会发生 而且你知道 因为台湾现在便利店是不提供塑料袋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时候你东西买的多的时候 你是根本就拿不住的 那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 你就是先放在柜台上面 你先放一下 这有什么大不了 我不会因为说我先借放一下 就代表说我有那个插队的那个企图 而有人会说不行 你拿手上你要拿回去 我觉得这个 所以这反倒是看出了民进党图的 个别民进党图的神采 我觉得这个是有政治目的的 有政治目的的 你懂吗 最敏感的就是说 这个情况常有 甚至在香港都有 香港有些人习惯 他倒不是像民进党这样绿色 但是他们在称呼上会说 我们香港人 你们中国 但是内地来的人 就对这个非常敏感 就包括我们有时候说话 不小心的时候 你不要说中国 这个你不是中国吗 所以这一条呢 我相信 所有内地区去的游客 如果有人点着他 一定说中国中国的话 他会有愤怒 我觉得这个是 我在台北的时候 碰到一个民进党的 跟一个日本人 在酒 民进党的日本人 民进党的人 跟一个日本人 在那里喝酒 杨泽陪我 一个台湾的文化人陪我 后来他就拉我走 因为那两个人喝醉了 就在那里说 中国啊 多少年来打仗 都是打输的 你们有打过一次赢的吗 就在那里 就是一口一口的 他们特别喜欢讲中国 我发现就两个地方 一个是我们的政治节目 什么事情都是中国 对不对 唱歌就是 我是中国人 就好像天下最了不起 那边呢 就把什么坏的东西 都用中国贴个标签 我觉得这是很小的人事纠纷 就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问题 上升到政治层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 上纲上线 但愿不要变成 真的大戏都是这样 那是很可怕 有的时候是挺爱 咱们的人民是挺爱 上纲上线的 我有一次在那个哪啊 这个罗湖海关 他还见到这么一个 大概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华人 早年出去的 回来 其实也就是过关的 大概是有点什么不方便 哎呀 我听他在大厅里 他发表了一通啊 就是反共演讲 还是什么的 我听到他说 你这都不 为什么这个不回中国来 就是你们这么办事啊 你们就给我们这个找麻烦 然后最后说到 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你知道吗 哎这种 其实不外乎 就是过关 可能费点事 你看但是这个 所以谁说咱们没有政治 这根弦啊 这一点就都就走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政治咱们也不要谈啊 就是咱们还是谈谈流年不利 我就你看 薛老师是这个感觉 一年的都是交通事故 我觉得今年是死亡年 真的是死亡 你看是多少大人物 我不不不不去评 乔布斯 卡利亚 是卡利亚利比亚 那个卡扎菲 金正日 拉登 哈维尔 哈维尔 对 都在今年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今年是死亡之年 还有结婚之年 是吧 那个英国那个 那个王子的大婚 然后其实在咱们演艺圈里面 很多人都结婚 没错 没错 但是你看 广美就明年了 是吧 广美 但是要说我们家 我引用我爸爸的话 我爸爸就说 今年是我们家最倒霉的一年 其实我听 我自己也生病了 反正就是我们家是最倒霉的一年 大年初一我爸就丢钱包 他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预感 今年我们家这个这个最倒霉 而且呢 这个 有些讲这个风水的 说这个兔年啊 兔年这一年呢 是不太顺 诸事不顺 嗯 我不大相信这个 我多 我现在 越来越感到这每年每年 因为太快了 对 这个就是一个 我感到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发现没有 我那个住的地方啊 门口一会儿换兔子 一会儿换一条路 一会儿换一个 你知道他过过一个节 他就会 那个会所就会做很多东西吧 怎么这么快 又过一个什么节了 又过一个什么节了 以前我们年底还会列 今年十件大事之类的 对 现在连这个都不列了 你 这太快了 就是说 对我来讲 我觉得今年是我的 这所谓的混沌之年 然后也是重生之年 为什么呢 之前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我过去几十年 是白活白过了 我觉得 不是 我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要重组了 就好像我分明是每年都跟着大家这么一起过来了 我是不是中间有了十年的断层 怎么好像现在很多人讲的话 我怎么也听不懂了 然后很多事情 就这么 听不懂 具体说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可能以前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怎么现在就 他就不对了 然后 我还是听不懂 价值观 对 价值观受到很大的冲击 然后所以为什么你之前我听说 你 我不在的时候 你偷偷的批评我 我说我现在很多话不敢说 不好说 然后说不清楚 价值观受到冲击的原因是因为价值变化 是 就是为什么我整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混沌 真的是 我就觉得好像重新来 来重新 好像重生了 调整社会身份 调整社会心态 社会身份 对 还有家庭身份 我觉得可能家 这个家庭 自己的身份有改变了之后 他这个生活的变化 对女人来说是根本性的 人的社会位置会改变人的思想 这个屁股决定脑袋 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 然后我现在 别慌乱 别慌乱 真的是非常非常慌乱 你现在怎么样 还是很慌乱 还在学习 就是同样的一句话 活大老 以前人家说你要三思而后行 我现在发现三思根本就不够 我三思完之后我就决定 不输了 对 不不不 还是坚持 是是是 是这样光美 是这样光美 是这个问题 三思之后不是你不说了 而是黄瓜菜都凉了 时机过去了 你知道吧 人生啊 人生就是这个 矛盾 那么按说呢 你不能头脑发热 千万不能头脑发热 你要三思 可是为什么孔子在论语里就讲啊 说三思啊太多了 再思可以 就是说都想一次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 你这个时机的作用 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咱现在做节目 你用我想办事 我当然 我们做节目 平常插话都是这样 为什么有时候会插话 就是这道理 我又不插 我一会儿想 待会儿就话题已经转了 你说什么说 我现在脑袋 这个世界也是像话题一样 它不断的在转 我的脑袋不是发热 我的脑袋是被冻住了 它这些全部都昏住在脑里 稍稍有点 你能hold得住那就好啊 现在不是就是hold不住了 我跟你说 这种感觉啊 是一种眩晕的感觉 而且呢 不光您有这种感觉 你现在是跟十亿人民一样的感觉 你说这整个啊 这是因为要不说他们说 你比如说你东西太快了 比如说中国这个动车 你知道吗 我们去做过啊 就是这个动车 有一个玻璃都叫减速玻璃 为什么 因为发现人的视力啊 如果这个你看上去是慢一点的 如果是普通的玻璃啊 你坐这个高速火车呀 你会晕的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这 而人在种种方面都是如此 现在就说这中国社会变化速度之快 所以为什么要三思要九思而后行 就像你讲到动车 我前两天还在写动车 怎么怎么怎么好 就两天之后 那如果说有人因为看到我的微博上面 怎么称赞那个动车 然后人家因此而去坐着动车 然后怎么怎么着的话 你你 这还说明你现在啊 有责任感了 我一直有责任感 哎呀我到今天都没有了 你怎么都有 你真牛 所以你看动车最后的报告啊 千呼百唤最后在年底之前出来 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个一年回回整的 他最后这个报告出的分量很重的 这个刘志军啊 对对对 而且整个事故信号系统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在 他不让这件去年最大的事情 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件事情留到明年 就是年底这么把它出来 问题是更普遍的还不是出事故 更普遍的是不接 我最近又坐了在南京 我坐过去 从上海到南京啊 上海到南京一个小时15分钟 到了南京车站出来 那个酒店就看得见 花了一个小时 没错 出租车排队 几百个人排队没有出租车 这就好像前面啪跑的飞快 跑到这里停住了 全部降在那里了 你北京是吧 你们在门口那条街 就堵啊 就堵啊 这跟高速公路 所以中国的情况呢 你要是一路快到也罢了 现在就是哈 停住了 2011 这就是 就是不平衡 不均衡 不协调 就是这么一个摆样的这个杂陈 所以我们每个主体需要极大的调节能力 你要能够调节自身 你就我跟你说 你就看这两年 这个中国的这个大片 这个大片 我觉得至少是社会心态的一个反应 你不要责怪导演乱了 实际是这个社会价值观乱了 乱了 集中在他的大脑里 他也乱了 而且呢 你知道 我就跟你讲 你讲这个时间越来越快 我也是觉得时间越过越快 你们本来坐飞机想看本书呢 一张报纸没看完就已经到了 就实际上 时间还是你的那个刻度 但是我认为啊 你什么都想要的这个贪心 一方面你知道吗 什么都没定 于是呢 似乎什么都可能有机会 于是呢 你什么都想去拿到 可是时间又是有限的 然后你看表现的大片 也就是这样 这个人的这个贪呢 就恨不得我 什么我都有 对吧 我又有中国市场 我又有好莱坞市场 我还弄一个奥斯卡奖 然后呢 文艺片的你们也说我好 是吧 浪漫主义的也说我好 现实主义的也说我好 历史说我好 现在说我好 未来说我好 哎呦 他能不乱吗 你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她是想与世界文坛的 华人女作家 哎呀 有很多地方来跟我商量 每次 看海话讲 我能够漂亮 她的剧本 被张玉某评价于 遇到的最好剧本 李安 这台歌 张玉某 一种评价她的三个人 颜柯林 平均保险明远面对面 星期日凤凰卫视状态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船长牵引面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活色 还是说没准龙年能不错 我听人说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 听上去好像 龙腾 龙腾 我是他们开会叫我展望明年 我很简单 我明年 我不讲个人 就讲国家 我就盼望三件事情 一个是十八大平稳过渡 一个是欧洲杯 还有是伦敦奥运会 有这些东西在 活着好像还值得 当然主要是指后两个 前一个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都是运动会 2011对我来说 还有一条 就是微博年 我终于被他们拐骗到 虽然到目前为止 我的博客微博都是小众 非常少的 非常少 但我已经觉得 它是有一个对于将来整个社会生活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光美的微博呢 不是对将来社会生活 而是对你自己的生活 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 它也是正反两面的 我们简单来说 我现在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直接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你本来浪费的时间 它不浪费了 比方我叫了一碗馄饨 我本来等这个馄饨五分钟的时间 我现在 五分钟时间就在做事情 那么坏处是什么 你本来有的休息时间 没错 也没了 徐老师 这就是我前一阵论述过的 你会崩溃的 你知道吗 你这就是乔布斯 为什么我认为乔布斯 也没有那么伟大 因为呢 他弄的这个玩意儿 把我们搞得都不够俗化 是佛还是魔 很难说 因为没有定力的人 我就说他给了你机会 给了你机会 就过去你从假地到乙地 路上你是看风景 因为你没事可干 可现在因为这么个玩意儿 你同时能干八件事 于是你这个贪心呢 他给了你这个可能性 让你的贪心 什么样的贪心 就是说 在一个小时内 办八件事的贪心 但是你正在走向 闲断了的那一天 广美你有这体会吗 是我现在属于这个断了闲 我现在正在 就是我就让我自己空白下来 我也不上微博 我也不写 然后让自己心情平静 因为你会觉得说 你对你那些粉丝们 你要评 他们给你的评论 你要回给他们 我觉得对他们 是有贪认感的 不用回吧 我都回 我基本上我只要 那你真是吗 所以 所以这个 我就是人家讲的微博控 前一段时间 所以 但我觉得这样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就让我自己 切断 对 你说这个断 我就想起 知焉少话 闲断有谁听 为什么我不开微博 因为我根本不相信 能有人真正了解你吗 你还没有人真正理解吗 他们都是真实的人 他们不一定了解你 但他们都是真实的个体在那里 而且他就是中国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趋江楼贯 文明启示录 就在这里 可能是你聊天的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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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